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肚子仍旧没有任何动静 林志玲现在已经快满47岁了 像她这个年龄自然受孕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即便受孕成功也会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她完全是属于高龄产妇 前提是她得怀孕成功 早前曾还多次传出她会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成为妈妈 但这也只是道听途说 而她本人的想法非常明确 那就是坚持自然受孕 不想借用外界力量 实际上过去就有不孕症专科医生替林志玲辟谣 肯定对方有自然怀孕的概率 虽说概率不是很高 但绝对是有机会的 再者 如果真如网传所述那样 通过动卵来受孕的话 这显然是违规违法的 不可否认 林志玲是非常享有自己的孩子 与黑泽良平结婚后 几乎停掉了所有的工作 为了新组建的家庭可以说是费心费力 尤其在备孕上真是下了苦功夫 不管是科学方法还是坊间秘方 她都有去尝试过 比如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有记者专门电话采访了林志玲 询问对方最近状态如何 而林志玲毫不避讳 透露称 收到了很多朋友送来的好运棉 想通过此种方法来提高受孕概率 林志玲又再次对外透露了最新的近况 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庭主妇 每天都会陪伴在黑泽良平身边 在家里会腻在一块看电影 或是聊天谈心 同时还会一起做运动 可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林志玲的肚子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猜测和担心 会不会是黑泽良平那方面有问题 所以不能使得林志玲受孕成功 林志玲在结婚前 恋情隐藏的滴水不漏 很多粉丝都以为 林志玲最后会和严成旭走到一起 但是没想到 林志玲刚公布恋情 就直接走入了婚姻 林志玲刚和黑泽良平公布恋情那会儿 很多网友都不看好这段恋情 虽说两人相识多年 但是互相有感觉应该早就恋爱了 也不至于相识多年后再在一起 有网友认为 林志玲是想结婚了 而不是因为遇到了爱情 林志玲在结婚前就多次表示 自己期待爱情 也期待一个孩子 林志玲出生在台北一个富裕的家庭 林爸爸是商人 妈妈是家庭主妇 父母二人都面容较好 林志玲还有一个哥哥 兄妹两人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不仅身高出众长相也非常优越 林家是一个传统又家教严格的家庭 林哥哥子成父业 从小就被严格要求 林志玲则被培养成了大家闺秀 唱歌跳舞画画是日常功课 从小到大一直有门径 每天晚上到点就要回家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林志玲兄妹从小便乖巧懂事 兄妹二人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都是别人家的小孩 林志玲早早就展现出了身高上的优势 初中时就已经1米7的身高 走在街上十分惹眼 初中毕业 林志玲接到了模特经纪公司的邀约 十几岁的她第一次尝试了拍照的工作 那时候林志玲还小 母亲会亲自陪同她去拍摄现场 但林家只是想让女儿体验一下 完全不想把她培养成大明星 父母高中便把她送到了国外读书 掐断了她的模特之路 林志玲十几岁就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留学生涯 独自在异国他乡 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和反重的学业 那时的林志玲读书非常用功 留着期间短发 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 与第一美女的头衔还相差甚远 高中毕业后 林志玲又在加拿大考取了多伦多大学 学习艺术和经济 那时她对艺术尤为感兴趣 在名校读双学位的林志玲并不轻松 她每天为功课和作业繁忙 那时候她最理想的工作 是美术馆或艺术展览策展人 林志玲毕业获得双学位后回到了台湾 当她去应聘台北市立美术馆时 对方却只招收硕士以上学位 林志玲这时又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 于是林志玲继续回到加拿大读硕士 等到她完成所有的学业已经快要26岁 林志玲毕业后也如愿当上了策展人 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工作 但真正做这份工作时 她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喜欢 本而倒是暑假期间做模特 有幸担任了偶像张国荣的MV女主角 让她心动不已 又开始对模特工作充满向往 在朋友的帮助下 林志玲开始再次拍照 同时签约了台湾著名的凯沃模特公司 凯沃在台湾非常知名 善于将模特打造成明星 后来的正元唱白星会等跨界演员的模特 接出自这家公司 但刚刚进入凯沃的林志玲 却是个小白 她甚至连眉毛都不会画 自己对着化妆间画半个小时都不能画对称 那时候的林志玲算是高龄新人 经常因为什么都不懂而挨骂 刚刚做模特的时候 林志玲并不红 当时她只是站在台湾第一美女 小强身后的背景板 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她 也是在这时候 林志玲遇到同样没有走红的严成旭 那时严成旭只不过是个平面模特 不善言辞性格内向 两人因为拍广告而相识相恋 同为新人模特的两人 经常在下班后约会 严成旭有时候会骑电瓶车 再林志玲回家 两人的家境相差甚远 严成旭的出身贫寒 很早就辍学打工补贴家用 但家庭上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两个不善言辞的人在一起 不用多说什么 真正给他们带来危机的是一部流星花园 当年 制片人柴志平信誓旦旦的 要拍摄一部偶像剧 并开始了男主角的全国海选 结果并没有选到一个合适的男主 最终从模特公司挖来的严成旭 已经烤肉店的朱孝天 还有在人群中发现的周渔明 海报上看到了吴建豪 这四个人命运般的凑到了一起 成为了F4 严成旭在拍戏之前 不过是想多挣一点钱 完全没有想过成为大明星 但这部剧的爆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那时的F4已经不足以用火爆来形容 他们红到了内地 红遍了东南亚 所到之处 粉丝为之疯狂 曾经普通的男友 一夜变成了顶流男星 不仅恋情不能曝光 两人甚至没有时间见面 那时 严成旭的行程排的爆满 不仅有各种广告代言 还有演唱会 粉丝见面会 同时还有公司安排的新剧本 热恋中的严成旭和林志玲 根本没有时间见面 但林志玲内心还是很开心的 很快 林志玲也迎来了自己的事业转机 她拍摄的一则美容广告 让她走红 她娇滴滴的娃娃音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随后陆续有节目邀请她 担任主持人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林志玲 也开始走上事业的上坡路 变得异常忙碌 真正让她被人熟知的 还是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 2003年 林志玲击败了蝉联十几年 第一美女宝座的肖强 成为新一任第一美女 完美的身材 绞好的面容 令人酥软的娃娃音 让她收获一众粉丝 2004年 林志玲主持了第41届金马奖 她在颁奖礼上脱衣向刘德华 梁朝伟求抱抱的画面成为经典 穿着性感身材有料 还大胆献殷勤的她 成为颁奖礼最大亮点 同时也为她招来不少非议 2005年 林志玲的手机送修时 不小心曝光了她和颜承旭的亲密合照 再次将他们二人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虽然这张照片是个意外 双方都没有承认恋情 但对于林志玲的指责 还是扑面而来 大部分人都在骂她新鸡女 想要通过颜承旭上位 也是那一年 林志玲因为拍摄广告 坠马住院 被马蹄踢断了六根肋骨 那时正是林志玲最脆弱 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但颜承旭却不能出现在身边 颜承旭在关键时刻的缺位 结束了这份本就困难重重的爱情 后来 邱世凯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她及时接替颜承旭 成为了护花使者 邱世凯身家英识 但形象气质上 与颜承旭相差甚远 林志玲是个长情的人 她的每段恋情都在五年以上 邱世凯也不例外 两人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邱世凯甚至对外称 两人会结婚 然而两人却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而后林志玲还和台湾富商郭台铭 传出过绯闻 再后来 网友听到的就是林志玲宣布结婚 日本明星黑泽良平成了她的老公 黑泽良平比林志玲小七岁 是日本放浪兄弟的一员 而她的前女友是日本女神长泽雅美 林志玲和黑泽良平早在2011年 就因为舞台聚而相识 并成为了好友 一直有联系 黑泽良平虽然没有秀气的五官和俊朗的外形 却是一个铁血硬汉的形象 非常有安全感 能让志玲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 2018年两人从朋友变成恋人 经过一年的交往 便走进了婚姻殿堂 林志玲曾说 自己以前的恋爱全都超过五年 结果遇到对的人便迫不及待地嫁了 两个人的婚礼 选在了台南的一家美术馆 是一个低调偏远 同时是林志玲梦想的地方 现场并没有很多明星好友 但小S和蔡康永没有缺席 林志玲结婚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最心疼的依旧是颜承旭 她永远错过了自己的女神 婚后林志玲便淡出娱乐圈 很少露面 从未透露过婚后的生活 只有每次现身都带着婚戒 从第一美女的头衔开始 她承受了太多的非议 而她最想要的 还是这一份平静的幸福 我们也祝福林志玲能够早日怀上孩子 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心愿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